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请坐 谢谢师父 从刚刚那个 那个他们设计的过程就知道 我们这边都没有秘密 照理说 刚刚你们看到那个好像是他们的商业机密拍摄的过程 那个也做一个表法 告诉我们 法本来是通透的 他完全没有所谓的密 那当然我们在房间也听到所谓的密法 好像是一种秘密不可说 倒不是如此 而是一种所谓的生命难懂 那生命难懂 他不是不能说 不是一个不可告人的这个概念 而是很不得大家能够彻底明白 可是偏偏 宇宙真理真的不是我们的逻辑思维所能圆到 所谓是离心意识参吗 对不对 那离心意识参观这句话 我们就要思考半天 一旦我们用思考的去理解这句话 我们又落在了所谓刚刚前面讲的 误解的史乎桶里面了 所以学法 但求真心 所以当年阴光大师告诉我们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那曾国藩又帮我们下了一个简单的注解 所谓是一念不生是未成 所以这个成很重要 那成在这个定义里又明白它是一念不生 那你看看我们世间如果用这种标准来定义的话 几乎都没有成了 对不对 常常说我对你这么诚心 对不对 对你这么真心 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 对不对 你看你只要后面补上这句话 就逐渐没诚心了 因为无念 一念不生 就所谓的无念 你只要无念你就无求 所以你无相 无为无助 无这个概念很重要 对于我们在这边学习的话 那无又缥缈虚无 缥缈虚无 众生又习惯了无依无阿 这是我们巨生的所谓的习气 那习惯了无依无阿 要去弃及那个无依无阿 是不是又矛盾了呢 你看法在那边绕来绕去多老人 对不对 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 无上大法 不爱世间一切有为法 我们幸运的话能够直弃无为 而回归就为有为 那么我们不信的话 当然不信的是多 不信就要好好从有为 慢慢去倒归无为 所谓是诸法不自身 不共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那么在教学上 其实也无一法可立 正所谓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义法 经负无法实 法法合成法无 所以总是任何一个方向 任何一种手段 只是叫着我们放下 我们巨生的烦恼而已 我们也可以把它列为三个 所谓是傲慢基督贪欲 那在这里面 又具足着所谓的执着分别妄想 所谓的贪嗔痴慢与恶贱 这一些我们所能形容的一切的劣质个性 把这些放下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要在这一辈子 这个人道里面很快速的去成就无上法 只要掌握出一个关键就好 就是舍 那舍你看我们又有一个有为 有一个直爱物质的概念 所以来一个舍 事实上是你连舍都要舍下 佛家叫着我们看破放下 所谓是看的破 就是能明白理解 现在用词叫看透 看透 你能通透 通透就无碍 余焉你就能办到 看破是紧 放下是行 行在于你日常生活当中 分分秒秒当中 你能够待人处事接物 都可以不染心 不扰心 那我们要知道 凡所有像皆是虚万 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 这些梦幻泡影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的新现世变来的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坛子三十一百千念念念成行 行皆有事 在这样的一个因缘果理路 都是从我们的心现世变来的 我们的心显现了世界 本来是很美好的 可是依我们的事 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事 开始会去作用它 作用它 常常产生负面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定位为扭曲它 就把一个美好的境界扭曲了 这通通没有离开 我们的心向的一个作用 心能够去导物 所以科学家也告诉我们一个话 叫做以心控物 现在人讲的念力 其实它早早时时存在 可是你可不要 又留一种忘见世界的这个念头的作用 我们想要改变 其实你不需要想要改变 你只要放下这一切存在的一种显印 在你心上的种种认知 你就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本然 回归应该要改变了你的外向的一种执念 而回归生命本然 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在讲所谓的传承 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可是依于我们 学习者有诸多的忘见 所以传承变成一个很难的事 传承于意之下 无非是传达 对不对 有人传达一个讯息 一个状态 一个观念 一个生命行制给我们 让我们学习者去承受它 承接它 承当它 对承当承受 必有所谓的行持 行持就是做 就是运行 这件事情 那么 所有的一切真理 无非是本心启用 可是我们这个本心 我们又常常会误解 我们会把我们的忘心当作本心 那本心不好懂 放下一切的一切 你那时候就是本心 所以本心不是要你去追逐 而是每一个人的本能 所以在我们这边 没有所谓的信徒 因为我们自始至终 不是所谓的 传统一种狭隘概念的宗教 为什么这里要很多罪词 因为如果 以我们的一文解义来讲 我们老祖宗 苍杰造智以来 宗教这两个字其实是很美好的 宗是重要的 首要的 是一切众生所尊崇的 这个叫宗 教就是教育 良好的教育 本来是这件事情 那可是被我们众生的意识形态 扭转了变成是一种 往外迷信 祈求 所谓自私自利的满足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运作 于焉就有所谓的教主 这件事情出现了 那有教主 教主从哪里来 从信徒来 没有信徒 就不会有一个什么叫教主 所以再三的 其免你们 来这边不要自居为所谓的信徒 这里就是一个学习场 每一个人都是学生 为什么你们有五三话俱设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对不对 他已经成就了 那么出去五十三餐 就是一种表法 餐学于各行各业 把自己处于最低下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本位 来到这世间都是学习者 透过我们的卸除 这个聚生烦恼 傲慢基督贪欲的方向 卸除的方向 而不是朝向他 卸除他的方向 能够去虚怀 于你的存在的一切 于焉 全天底下自己 唯独 唯独自己 就是一个学生 一切的生命的存在 跟非生命的存在 都是我们的至尊导师 所谓是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一个恶 一个善的存在 因为你们这个世间有为 必然是阴阳 对不对 那阴阳就有所谓的善恶 这两个面向 那我们存在在这边 所以三人行必有我施焉 并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拜三个老师 或者是认识三个人 不是 他一个是我 一个是三乐 这表法上 这三个数字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处在于分分秒秒当中 他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当然你要善于反文字性 你将能信成无上道 反文字性不仅是反公字性 大家会把它误解 反公字性还有一个意识形态 还有一个所谓的观念的转变的问题 可是反文字性是一个参的气息 反公字性是一种研究的气息 参就跟研究不一样 所谓参就与所试用根 离心意识 心意识简单讲就是 放下我们的执着 生命的状态 分别的生命状态 跟妄想的生命状态 去感知一切的存在 要不然 我们在这个时代 乃至于未来的时代 我们会跟不上一种东西 叫做AI 你们现在有看到AI吗 对不对 前一阵子我常在观察 体验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士 不要说未来 现在AI都超越我们 你懂吗 那生命本来不会被AI这种东西超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命本有的无上智慧是AI永远跟不上的 那可是现在很难理解 AI运算速度很快 你的记忆的运算也可以很快 可是你只要用这样的运算 你通通契入不了所谓无上智慧 AI是以运算 我们人自扁生命状态 也用运算的概念 在体解生命这件事情 所以永远达不到 那么智慧跟AI有什么不一样呢 智慧是感应 他不是运算 那感应你也不要又狭爱的想成 我们在民间信仰里面的在外面跑灵山感应外面的灵 然后他偷偷个什么给我们知道 不是感应是什么呢 感应一比较现代的用词叫做因果 感应感是因 因是果 那么因果又用更现代的用词叫做自然法则 所以我们生命能够符合一种自然法则 你的自信无上智慧本能显应 你只是一种回应 就像镜子 在照明你的一切的时候 他并不是以思考的 而他是极客的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能的启用 正所谓是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 若远离妄想执着 你看这里很重要 方法都讲出来 远离妄想执着而已 那当然里面可以加个分别 则一切自然自 不是自然正的 一切自就是 你整个近虚空骗法界 一切不同空间为次的存在 这叫一切 一切里面的智 智就是你能理解 一切存在的这些因缘果理路 你通通能够明白 一切自自然智 他是自自然染的 所以刚刚讲到自然法则 对不对 他就是用显应而已 那一切自自然智 后面加个无私智 并不是谁家助给你的 所以你们要理解到 他在在处处都是告诉着我们 我们自己本来就是 所以你们常常在讲什么 如来正法如来正法 他不是往外一个祈求 如来诸法如意如其本来 如其把这个其换成你们个体的生命吧 就像你的本来的样子 那在产法绕舌一点 又很优美的言词 用着一句话告诉你们 叫做你们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他加个父母未生前的 要不然我们都会用婴儿出生 来代表一种纯净 对不对 那不要忘记 他只是一个代表 代表于相对性 可是他不是真实第一利益的形容 因为你出生来这个世代 做一个婴儿 不管你多单纯 你都带着生生世世的望进来 你的习气 所以婴儿一出生 就落在财色名词碎里面了 只是你不懂他的方式表达方式而已 所以你看现在的婴儿 很感到什么 对吧 小魔鬼小魔鬼 这种名词古时候没有 现在小孩子多懂事 懂事是好听 这个叫做事快吗 那不是小孩跟大人的问题 而是我们只要污染源 我们就会开发我们二十六二心所 这跟年纪无关 跟道次也无关 你即便是做到你们定位的天神 他都还是有贪嗔痴 除非你超越六道轮回 超过一切苦的束缚 这叫六道轮回 这个与苦难的维持空间 这样子 那么要不然我们都受于我们的望见 自然产生的一种形制 牵制住 余焉我们解脱不了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理解到 什么叫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所以刚讲到自然法则就是一种相应而已 那你要达到这种本来的生命状态 无非就是舍再舍再舍 所以一切无为 他也不舍有为 所以有为无为 如果分开 那又落在二法 二法非是佛法 所以我们不能落在两边 正所谓是两边不利 中道不存 是为中道 所以秉行于中道 所以才告诉你们 以中观论来讲 诸法不自身 义不从他身 不共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不好解释 今天时间也不多 可是留下这一句记 让你们去参究参究一下 参究体会一下它的味道 你可以常常去念 什么叫诸法不自身 一切存在万法 包括你自己这个肉体 这一个所谓的灵魂 都是诸法里面的事 灵魂是迷失的灵性 当你灵魂觉悟了 你就回归灵性 是这样 所以我们众生实质 还没有资格讲什么身心灵 身心灵这种东西 我们顶多讲的身心灵的灵 都是灵魂的范畴 都不是超越形式的灵性 所以身心灵的康泰 还是在六道轮回的牵制里面 佛陀告诉我们六道痛苦 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放下 这些思维的时候 我们才能意会得到 什么叫诸法不自身 他不会莫名其妙自己生成 亦不从他生 他也不是依附一个外在的条件而生成 不共不无因 他既不是共同也不是没有原因 你看 事故说无生 那无生 现在我们又存在 不是生吗 所以 无住生心 生心无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生与不生 其实是同时 因其同时 故约 不生不灭 所以 我们只要在这个不生不灭的概念里面 去执念 去分别 去以无妄见 还希望求个什么 那我们 就是标准的凡夫 标准的凡夫 那什么叫凡夫 凡夫就是有苦难 那什么叫圣贤 相对凡夫 圣贤没有苦难 你说他活着 一样在这个世代 这世代 一样有这一些灾难 为什么有苦难 因为他心不染灼 所以你能够离心意识 参去 你就有办法超越这个世代的 这些苦乐游戏 就有办法 你受了伤 你不觉得苦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的人自己也没人得罪我们 我们苦成这样 所以刚前面讲了 这个苦从哪里来 从你们的误解 误解生命 生命好像比较远 小一点吧 你们误解了你们的生活 对不对 你们以为这一个生活 是你一切快乐的基础 其实错了 是你的心的造化产生了你的生活 是这样倒过来的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 你们也就无从改变你们的命运了 因为那一句话就不成立了 所谓是依报随着正报转 依报就是你们生活的一切 正报就是你自己 你看这时候讲一个正的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如来正法 你要把它搞清楚 离开你自己就没有正这个字 所以什么是正法 靠别人 非得靠别人不可的都不是正法 纯然靠你自己 就能改变一切的 这个叫做正法 所以佛法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们不管什么姻缘来到这里 都不能把自己定位为信徒 因为这里没有教主 没有你可仰赖的 1.0的 这个所谓的取巧的模式 纯然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修正 你自身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 余焉 你就能够自己成就 属于你自己的无上道 也成就你自己的佛净土 余焉 每一个人都成就了自己的佛净土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此处即是极乐 说婆意只是方便行事而已 我感恩诸位